我命提示的吧 我觉得像你这样一个 全方位发展的艺人呢 能够拿到一个大的一个合约 一个合同 一个发展计划 我觉得是很令人欣喜的 打给刘维吧 因为刘维他其实是辽宁人 他是安山人 对啊 他跟我老乡的 对对对 你这样 你跟刘维说 说你拿到了好莱坞的一个合约 你说你 你说现在就真的有个好莱坞的公司 要签我拍一部片子 就带着他一起拍吧 就你们俩一块去 带他一起拍 带他一起拍 这个好 这个好 从这个方面也看一看 袁承杰对这个好朋友刘维 到底有没有一个彻头彻尾的了解 好 带这个哥 啊 比比 那干嘛呢 我没干嘛呀 我在唱的 我跟你说 我昨天接到个电话 他是一个好莱坞制片人 然后打给我 说那个要在国内 找三个演员 用你和波尔跟我一起去演 真的假的呀 真的 我跟你说这部片子 男一号布拉德匹特 神经病你 怎么可能 我跟你说真的 我骗你干嘛 对吧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跟你说 这片子里面它需要三个 就是它在 就布拉德匹特 这部片子呢 在那个 现在还是保密 它现在是在 它在中国取景 然后呢 它里面需要有 中国的演员出镜 有三个 它贴身的保镖 但是各怀那个 就是特异功能的 三个保镖里面呢 一个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 就帅哥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不是人类 还有一个不是人啊 对 因为它里 戏里面需要 嗯 点条狗 哈哈哈哈 就是你可以变形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那个角色合适你 它平时是帅的 然后它特异功能的时候 就演条狗 哈哈哈哈 那让我演狗 不是 不是 人家还没定呢 但好帅 你看金刚狼可以变身 你知道吗 你不是要帅 洋气吗 所以我跟你觉得 那个角色好 嗯 这有这么回事吗 对对对 马上要试镜了 你准备准备 好吧 那我准备哪个呀 狗啊 狗 你准备那个狗 狗的那个 就是导演要求 就是 就是它变形的时候 是一只那个Teddy 你知道吗 你就到小区里面 找只Teddy狗 然后 就学它那个 那个外形走路啊 还有那叫啊 什么的 你都得学 那现场是试镜的 那还用学 对 好吧 哦 我忘记跟你说片酬了 对 蛮好前 对对 他们已经说了 对 两千块钱 拍三个月 你在哪呢 你瘋了 刘伟 我们这里是辽宁卫视 新孝林 我们正在录节目 但是从这样一个打电话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听得出来两件事 你演什么无所谓 演狗都可以 但是一提到前 你马上就警觉了 这个好厉害啊 你跟家乡人民打个招呼呗 你都安山人 哎我的妈呀 太烦人了 都是老乡 怎么还欺负老乡 哈哈哈哈 都老乡怎么还欺负老乡呢 老乡希望呢 你经常回到我们辽宁卫视来做节目做客 确切得说是回家来 然后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在异地漂流的我们的老乡都能够过得很好 过得很开心 好不好刘伟 谢谢 那狗还演吗 好的 不演 好嘞 就这样刘伟拜拜 谢谢